2023年3月20日,郭美接到了她的父亲郭文贵先生的电话 郭美通过郭先生的盖特账户发布了消息 介绍了郭先生最新的情况 以下内容是郭美发布的信息 战友们好,我是郭美 接上次电话之后,几分钟前终于又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 他状态非常的好,现在可以自由的打电话 他说正在当大家的健身教练 打篮球还十球四季 说的时候还很骄傲,一切都好 让战友们不要担心 原话,团结,团结,团结,坚持 不要愤怒,不要哭 心理上战胜一切 他笑声爽朗,语气自信放松 这几日让各位煎熬了 感谢你们每一刻的陪伴和坚韧 有些消息会及时告知,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